大家好,我现在在浙江省的舟山市 刚刚来到了这个浦多山周围的浦多区 在这找到了一家酒店 这是酒店的房间 是大床房 看两边 都有这种大镜子的玻璃 然后这边是卫生间 有浴街,毛巾 还有一次性的拖鞋吹风机 这边还有蚊箱 这是厨房 旁边还有冰箱 看一下 空的 这是衣服挂 这个大床有1.5米左右 然后这边有台灯 还有一束花呀 特别的清新 这是躺椅 可以睡 两个人 还有 你要相信自己 配得上 一切美好 像是一个情侣房啊 不过是我一个人住 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的9点钟了 包里背了点吃的 准备一会儿喝点酒吃的东西 然后明天一早啊 带大家上浦多山 好好转转 正好看一下浦多山旅游公园 浦多山不仅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被称之为海天佛国 海南圣经 而且还被称之为观音的硬化道场 好多人私信啊 跟我说 来浦多山啊 一定要拜一拜求子的观音 一共有八个地方 汇济禅寺 范音洞 善财洞 法语禅寺 还有浦济禅寺 西天景区 南海观音 等等 清晨打开窗帘 看一下窗外 这就是舟山的海边 周围都是海景房 旁边就是大海了 看一下这座大桥啊 是朱家间的海峡大桥 对面的这座山 就是普陀山 刚刚查了一下登岛路线 需要过桥 到最近的码头 然后乘坐快点 或者是轮船 直接登上普陀山 普陀山是有住宿的 像我这间房呢 在这个海边是110 因为现在是淡季嘛 然后再加上这个口罩的原因 登岛之后呢 像这种房间 基本上是翻倍了 最少要 最少要 这个250左右 那么 咱们 普陀山见 拜拜